為了要來幫助台南的鳳梨行銷 現在台南市龍山文銷公司特別占對鳳梨 來推出新的列合的組合 有選擇的組合和加工品產品的列合 市長的歡迎是相當不錯 銷量也已經突破3萬想 欣修到消費者的喜愛 台南市龍山文銷公司 為了要來幫助鳳梨的銷售 特別推出新的組合來提醒銷量 不只是有選擇的換收 也有鳳梨加工品的列合 理論是相當的豐富 親到警察的消費者的注意 結合了很多我們在地小農的一些農車產品 比如說鳳梨姐姐的果凍 比如說藝泉的鳳梨汁 比如說五級的鳳梨桿 還有收府大學的鳳梨酥 我們做一個禮盒打造 那另外一個呢 在這道理的過程裡頭呢 其實接到很多貿易商來洽詢說 是不是台南也整理一個台南好物的東西 來行銷到美國去 所以呢我們也整合了 這次那個Pompeo最有名的 那個台灣一般的鳳梨桿 加上它的那個芒果乾 加上它的脆片 加上台南官廟麵 做一個台南好物系列的行銷 對到翁來銷售 無論是說國外 也就是說過銷 都有到很多消費者支持 現在再度加上了農產 雲銷公司的合作 相信對到產品的價值 還是說產品的鳳梨桿上面都可以帶來競加這個幫助 而且這個禮盒 基本上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用 不是只有鳳梨季節才可以用 這樣子有效延長了鳳梨相關製品的這個壽命 而且把它規格化 而且把它禮品化 把它價格更升一級 所以說我們鳳梨鮮果一個可能幾十塊上百塊 可是我們這個禮盒 如果經過包裝後處理好 就可以越上我們送禮的一個高檔的這個 檔次等級 所以說將來一個鳳梨禮盒可以賣好幾百塊 那這樣子這對於農民的收益 對於我們加工廠的收益 各方面都可以增加它的價值 無論農產輪銷公司所推出的底下 已經成功銷售超過三萬兩千相 透過了成果 還有特別加上加工品的製作和銷售 成功提升了農產的價值 創造出經加多經濟效應 希望可以讓今年帶人收出三公來 都成功銷售出去 接下來就在冥冠廟區彩虹不得